大家好,我是宝贝灵 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讲一款这个 就是手提的这个袋子 它这个容量很大 这是不条线自作的 容量很大,可以装手机 看一下这个 可以装手机 我这个,这里也没有手机 可以装手机 然后呢就是 我给大家找一下这个手机 我们看一下,可以装手机 这个是可以的 这个装手机的话 是可以的,然后呢装就是 容量 很大啊,就是 我们平常用的东西 就是逐渐带来这些东西的 都是可以,可以放那个充电宝 充电宝应该也是可以放进去的 然后呢 嗯,公交卡 啊,零钱呀,纸巾呀 这些都是可以的啊 这些都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嗯,这个我 装这个手机的话是 可能都拖出来的 因为我这个手机 你如果又是 觉得这个包包要是 深度不够的话 可以再加一些啊 再加高一些 我感觉就是在 就可以了 如果就是线多余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多加两号 也是可以的,这也是没有关系的啊 好 实际上是还是可以的 好,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线材 看一下工具吧 工具的话 是用的那个6.0毫米的钩针 材料包里面给大家配这个 配这个钩针 好,剪刀 还有就是缝合针 剪好扣这些基础工具 嗯,材料包里面没有剪刀 大家自己配就可以了 用家里的都是可以 好,我们看一下线材 看一下线材 线材的话是这个布条线 雪菲尔品牌的这个布条线 这个呢,我要和大家说一下 现在这个品牌的话就是替换这个之前这个 这个线 可能就是你收到的时候 它就是这个 这个线 它是有一个是磨毛的 有一个是没磨毛 不磨毛 不磨毛的话 有长时间摩擦的话 它会起球 然后这个磨毛的话 是不容易起球的 这个 是随机发的 这个是 嗯 大家收到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 一定不要就是说 哎,你怎么发的不一样 因为这些 这个线呢 它是 就是现在都是替换的 替换原先的 所以说到时候呢 会给大家 就是如果要是收到这个 你发现就是不一样 这个是 这个线 看一下这个线 这些就是布磨毛的这个 它 它这个长时间 在长时间的话 就是它是会起球的 这个 布磨毛 然后磨毛的话 它是 不起球 好,就不废话了 我们下面开始 就是 拿出我们这个布条线 我们从中间 把这个线取掉 它是外面有一根线的 因为我不习惯用 这个外面这根线 所以说我这个 会把它绕起来 从中间抽线 从中间出出来的线 它这些线团是不会跑的 好 我们先从底部教大家 好 小拇指先从 线呢 先从小拇指上这样 绕一圈 穿过这三个手指 然后呢 中指和大拇指 捏住这个线 中指和大拇指 捏住这个线 然后呢 勾针的话 把这个线压到这个线的下方 这一线圈压到线的下方 好 这个形成一个大环 我们从这个环里面 我用这个 这个线 这根针勾 我习惯用这个针 好 钩针呢 先插入这个钩 插入这个线口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针是在线的上方 从下往上绕 大家看 从下往上绕线 给它勾过来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勾针是在线的上方 然后再从下往上绕线 给它勾过来 这样的话 我们就起立一个锁针 这锁针是不算住一针的啊 不算住一针 我们 勾针 要从这个大口里面 给它勾短针了啊 勾针先插针 放到这个 插到这个线口里面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放到这个线的下方 再转上来 再勾上来 给它勾过来 针上是两针 然后呢 勾针 从下往上绕线 勾过来 这样的话 我们就形成了一个短针 短针的这个针口的话 是一个辫子的形状 左右 各个线 然后呢 我们要在 下面它对应的这个 就是针口 对应的就是针口 我们要从这个 这里呢 拿销钩 给它标记一下 这是第一针 好 开始下面勾第二针 还是勾针先插针 放到线的下方 再转上来 勾过来 这个时候呢 针上两针 从下往上绕线 勾过来 好 这是第二针 看到了吗 第二针 第三针 勾针插针 然后呢 放到这个线的上方 勾过来 针上是两针 然后呢 从下往上绕线 勾过来 三针 勾针插针 放到线的上方 勾过来 然后针上两针 从下往上绕线 勾过来 一二三四 一共是六针 好 我这里呢 如果新手还没学会的话 我们就是 反复的看一下视频 反复的看一下视频 一共是六针 把这线孔拉大 大家可以数一下啊 一二三四五六 好六针 差不多 然后呢 拉这个线头 中间这一孔就缩小了 我们使劲了 拉啊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 你可以就是把这个标记一下 这是最后一针 好多人分不清 就是 第一针和最后一针 这样的话 我们就比较好分清楚了 然后呢 找到第一针 拿下来 然后呢 勾针 从下往上绕线 给它勾过来 勾过来的时候呢 第一针 从第二针 我们直接给它拉过来 拉过来 这是做了一个引拔针 以后的每一圈结束 都要和第一针 做一个引拔针 我再给大家重复一下 找到第一针 我们勾针 放线上方 给它绕过来 勾过来 勾过来的时候呢 这两针不要并 然后呢 第一针要从第二针 穿过去 好 就这样 我们就第一 第一圈就完成了 开始勾第二圈 每一圈结束都要 做引拔针 然后呢 勾下一行的时候呢 要起立一个锁针 好 第二圈 第二圈我们是 六V V呢 是加针 我们在刚才 做记号扣的这一针里面 这就是第一针 新手的话 一定要不要搞错了 这个第一针 我们是从刚才 做引拔针 在这里面 插针 这个时候呢 后面这个线头 我们一并的 给它放到这个勾针的上方 给它藏几针 好 给它勾 短针 勾过来 好 不对 我们要从它这个 短针这个中间啊 短针这个中间 因为这个 看一下 因为这个六 六针 平常的话 我们就是线孔的话 是从这个 直接穿针的啊 直接穿针的 从这个线孔里面 但是呢 我们要从 因为这个针法 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下面 要找到第一针 短针 大家看 是有两根线的 找到这个 我们从它中间 拿后面来看一下 这是第一针 中间 穿针 然后呢 要把这个线头呢 放这个勾针上方 给它勾过来 好 勾过来时候呢 针上两针 一起给它并掉 我们可以把这个 第一针呢 给它做一下记号 然后呢 还是在同一个针内 再给它勾一针出来 好 两针 并一针 这样的话 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夹针 好 如果我们正常勾的话 是直接从这个 勾针 插针的 但是呢 我们这个 这个包包 使用这个针法的话 就是会比较 更加立体一些 这个针法 不一样 我们要从它 这个短针 这个针目 对应下来 都是有一个短针的 我们要从 这个短针 这里 插针 它后面 是有一个 是有两根线 对应的是 有两根线的 看到了吗 这一根 这一根 只有两根线 我们要从前面 这个中间 插针 好 好 下一针 还是 要把这个 后面 这个线头 放在 勾针上方 好 勾两针出来 好 这是第二针 里面 第三针 还是要从它 这个 中间 这里 好 第三针 第四针 这一圈 是每一个针孔 都给它勾 两针 出来 好 把这记号扣 拿下来 我们勾 最后一针 一定要记得 把后面 这个线头 放在这个 勾针上方 好 这是最后一针 我们可以给它 把这记号扣 扣一下 方便 下一行 找这个 最后一针 然后呢 找到第一针 我们结束的时候 要从它这个 第一针这里 这个针口内 串针 然后呢 给它勾过来 勾过来的时候呢 第一针 从第二针 串过去 然后一锁针 开始勾 第三圈 第三圈呢 是一个 短针 一个夹针 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第一个 大家看啊 以后呢 每一圈 我们都是要 从它这个 短针 这个中间 插针的 后面是有两根线 对应的 大家看 对应的 都是有 两根线 我们如果从 中间插过来 这是有两根线的 中间 这里是有两根线的 一定要插对 这个位置 不能从这个 我们正常的话 从这里 直接插针的 从这里 直接插针 但是呢 我们这个包包 是从它这个 短针 这个中间 这里我一定要 强调一下 反复要说一下 不然的话 就是新手的话 到最后 就是搞不明白了 好 后面的话 我就不啰嗦了 我们一直 就是从它 短针这个中间 插针 我们在短针 第一针 给它勾一个 短针 新手的话 扣个交扣 然后呢 就是 在下一针 我们要给它 勾一个 加针 好 也就是一个 孔内 勾出来两针 好 大家看啊 一个短针 然后呢 一个加针 就是一个针 针和内针 勾出来两针 这个就是一组 我们一直往前勾 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好 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好 一短针 加针 加针 好 最后还是一个短针 就要扣 拿下来 扣一个加针 好 在最后这一针里面 给它扣 就要扣 最后呢 我们找出第一针 勾过来 和第一针 合并 最后这一针呢 稍微给它拉得紧一些 是一八针 好 然后呢 一锁针 这是第三圈 中间这个圆圈 是第一圈 然后呢 这是第二圈 第三圈 然后开始勾 第四圈 第四圈 我们是在第一针里面 给它勾 一短针 然后呢 下一针 给它勾一个加针 再下一针 给它勾一个短针 这样的话就是一组啊 一组 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一个短针 好 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一个短针 就这样重复 一短针 一短针 一加针 往后呢 一短针 好 就这样重复了 短针 加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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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一短针 大家看这个 一短针 一个短针 一加针 再勾一个短针 好 就这样重复 好 就这样重复 短针 加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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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针 好 短针 然后呢 一加针 最后是一个短针 就要扣接针拿下来 好 这样的话 第四圈呢 就够完了 在最后一针 开始要给它 标记一下 找到第一针 我们给它勾过来 和第一针 合并 好 然后呢 一锁针 开始勾第五行 第五行呢 是 我们是 三个短针 一个夹针 我们在第一针 对应的下面 这个 中间给它勾 一短针 两针 三针 三个短针 勾完之后呢 勾 勾 一个 夹针 好 三个短针 一个夹针 我们就这样按照这个方法呢 把这一圈呢 给它勾完 好 大家先勾 好 好 这个 看 第五行勾完之后呢 我们找到第一针 我们给它勾过来 和第一针 合并 锁针 这个最后一针 忘彪了 好 下面开始勾第六行 第六行我们是两短针 先勾两个短针 好 一针 再第一针呢 扣个记号扣 然后呢 两针 两针 然后呢勾一个加针 之后呢再勾两短针 好 两个短针 一个加针 两个短针 这个是一组啊 这是一组 我们一共要重复六组 就重复前面这个 两短针 一加针 两短针 这是一组 好 我们一直把这一圈给它勾完 好 我们这一圈呢已经勾完了 我们找到这个第一针 给它勾过来 和第一针 和便 一锁针 好 这是第 一二三四五六 第六圈 然后呢 还要最后一圈 最后一圈是五个短针 一个夹针 好 我们还是从第一针这里中间 给它插针 第一针 扣起来 然后呢 第二针 第二针 三 四 五 然后呢 勾一个夹针 好 一二三四五 五个短针 然后呢一个夹针 我们一直把这一圈给它勾完 一 二 三 四 五 然后呢一个夹针 好 把这一圈呢按照五个短针 一个夹针 把这一圈勾完 好 这个包底呢已经勾完了啊 我后我们找到第一针 勾过来 和第一针 和便 稍微拉紧一些 稍微拉紧一些 一锁针 一锁针 这就是包底 我们这个包包的大小是由这个包底决定的 彩蛋包里面给大家配的就是足够这个包 就是这个线量 如果大家自己加大的话 它是这个就是 可能线不够 所以说这个问题一定要 我要说一下 好 下面呢开始有勾这个包身的部分 包身第一号是要勾这个 里面这根线 它这个是勾出来是会比较立体一些 我教大家怎么勾 我们之前是从这个 里面这个插针了 中间这个短针中间插针了 但是呢我们这一圈啊 这就只有这一圈 从这个针上是有两根线 是有两根线 然后呢我们只勾里面这根线 这里面这根线 勾完之后呢 它后面还是有一根线的啊 看到了吗 还是有半根线 看到了吗 这个就是 我们要插针的这个部分 下一针也是 直勾里面这根线 然后呢后面也是有一根线的 等于是 这一针勾里这一根线 然后后面这个凸起的皮肤 地方呢也要给它插针 好 来学习一下 我们在第一针这里 第一针 插针 然后呢后面也是 也要给它插进去 给它勾过来 针上两针一起冰掉 好这就是 然后呢和第一针 给它标记一下 给它标记一下 第二针也是 勾外里面这根线 然后呢后面这根线要给它插进去 好 第二针 第三针 我这里呢就不放慢动作了啊 给大家已经就是 搅了几针了 这根线 然后后面这根线 一起勾 好 一起勾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好大家自己勾 把这一圈勾完 好 这一圈呢勾完了 我们找到第一针 勾出来 合并 然后呢一锁针 我们开始勾下一哈 下一哈我们要进行给它勾这个 这个点点这个部分 嗯 我们 换线 我叫大家换一下 线勾 和之前一样我们要从它短针这个中间 短针中间勾啊 好一短针 新手靠扣就要扣 好 两针 三针 然后呢第四针 第四针之后呢我们先插针 先勾到这里面去 勾到这里面去之后呢 我们拿出这个要换颜色这个线 要做一个咖啡色 小拇指上这样绕一圈 穿过这三个手指 然后呢前面遗留一段线 我们给它放到这个后面来 勾过来 勾过来之后呢 把这线勾过来 这咖啡色勾过来之后呢 我们就 拿起这个颜色线 这个阻色线一起给它并过来 这样的话大家看 这就完成了 这就完成了 然后呢继续往前勾 后面这个部分啊 这个线头 我们要放这个勾针的上方 我们给它藏几针 好一针 两针 三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然后这咖啡色的线头剪掉 这个线头也剪掉 五针 五针勾完之后呢 我们要在第六针 我们中间这里 就是点 这个点和这个 这另一个下一个点 是中间是隔五针 我们这里呢 是为了要接 后面因为要留下来两针 所以说这是到最后也是五针的 这是一个规律 我们在第六针这里 勾针插针 然后呢把这个 把这个咖啡色的线 我要让大家 稍微轻轻的拉一下 因为我们线是从这面挪过来的 可能就是有松动的地方 一定要轻轻的扯一下 然后呢 放这个钩针上方 勾过来 勾过来之后呢 换成这个 阻塞线 继续往前勾 继续往前勾 这个咖啡色线 一定要 放到这个勾针上方 我们一起要给它买到前面 一直往前买就可以了 5 看到了吗 这个 4 5 好 然后呢 拉 稍微拉一下这个线 插针 把这线勾过来 好 勾过来 往前勾 1 2 3 4 5 第5针 然后呢 在第6针这里 先插针 然后呢 把这个咖啡色线 后面的这线 拉一下 把这线勾过来 把咖啡色线勾过来 勾过来 然后呢 用这个主色线再勾过来 继续往前勾 就是这样这个规律呢 我们一直把这一圈的给它勾完 第6针 还是这样 后面这个 看到了吗 稍微揪一下 给它 但是不能揪得太紧啊 揪太紧的话 它到最后是会变形的 勾过来 好 这个忘了揪 拉一下 哎呀 小环咖啡色 谢谢 最后 最后 勾过来 最后是两针 勾过来 勾过来 这样的话 看到了吧 这个我们前面是三针 然后后面是两针 中间是隔95针 好 找到第一针 最后一针标记一下 我们把这个咖啡色线 也还是要放这个勾针上方 勾过来 和第一针合并 然后呢 一锁针 好 第一行换线的部分就勾完了 第二行我们是要 这个主色 就是咖啡色线 不需要了 先不要放到这里 就不要管了 然后呢 这一行我们要 每一针上面都 用主色线给它勾一针 这就不换色了 就直接勾就可以了 第一针 扣过就要扣 嗯 嗯 这个 好我们这里呢 这一行大家就自己勾一下 好 好 这个呢 已经勾到最后了 这个第一针 然后呢 把这个咖啡色的线 放这个勾针的上方 勾过来 和第一针 和边 然后一锁针 然后一锁针 嗯 下面的开始 还是要换这个咖啡色的线 我们是隔一行 换这个 勾这个点 隔一行 勾一个这个点 我们这一行 是要在第一针这里 换咖啡色线 把这个咖啡色线 直接给它勾过来 然后呢 用这个主色线 给它勾过来 下面的话用主色线 给它勾 一定要记得这个咖啡色线 放这个勾针上方 我们往前给它勾一下 3 4 5 好 我们为什么要在第一针里面给它勾呢 因为这个在 我们中间隔的是5针嘛 隔是5针 但是呢 这个中间正好是在第三针这里 所以说我们这里 刚开始勾的是3针 所以说这个点是在这里的 这个 然后呢 后面的话就比较简单了 嗯 我们就是一行 先换咖啡色线 换的时候 我一定要拉一下 轻轻的拉一下 勾过来 好 换成这个米色线 换成这个米色线 一直往前 再继续勾 后面的话 我要和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 嗯 这个 这个包包 我们 规律的话就比较好找了 这个 嗯 我们一行 下面的话就是要 下面的话我们要 要 就是这一行勾完之后 下一行不加不减 再勾下一行的时候呢 我们是要 插开来勾啊 这个错开 这个点点和错开的 下一行 勾完这一行 勾完这一行 勾一行不加不减 然后再下一行是要换线 和这个一模一样 先勾三针 在下一行换点点的时候 先勾 先把这个点 给它勾 勾了 就这样一直往上勾 看这个 就这样 错开 这样给它勾就可以了 一共要勾这个 我们要勾 你看 我看我数一下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一共是勾了九行这个 九行这个小点 两行为 两行为一组 一共勾了九组 也就是说 大约十八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好十九行 这里是十九行 我从这 因为第一行也算了一行 勾到这里是十九行 那先勾 勾完之后呢 我们叫大家勾这个提手 这个部分 好 我这里呢 也要给大家讲一下就是 我们如果遇到一团线 或者是有接头的情况下 我们要怎么进行换线呢 因为这个线呢 是工艺比较复杂 就是 你即使再贵的线 它这个都会有接头 如果遇到接头 我们就直接剪掉 像这样 直接剪掉 接 遇到接头 还有就是线没有的话 情况也都是和这个方法是一样的啊 换线 找到另一团线的一个线头 我们先把这一团线上面的 勾针 插针 勾过来 这两针不要丙针 我们把这个另一团线拿到手上这样 还是这样 拿线 前面呢 有一段线 给它放到这个勾针后方 勾过来 这样的话就换线完成了 继续往前勾 勾的时候呢 要把这些线头 放到这个勾针的上方 我们一并的给它压到这里面去 这样的话我们就换线完成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换线完成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换不出来了 好 然后呢继续往下勾 这个就是给大家讲的这个换线这个方法 后面的话大家自己勾 好我已经就是勾到了这个 这个点部点点一二三四五七八九 这后9号 然后勾一行这个阻色线 勾完之后呢 我们要教大家勾这个提手的这个部分 提手的话我们要再第一针 先给它勾 勾一个银把 然后呢一锁针 好 我们先勾 1 1 2 3 好先勾六针吧 先勾六针 勾完六针之后呢 勾 1 2 3 4 5 5 6 7 8 9 10 11 勾了11个 锁针 然后呢我们控除就 控除十针不够啊 从这里开始数 1 2 2 3 4 5 6 7 8 9 10针不够在第11针这里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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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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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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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6 7 8 9 9 10 11 好过了11针之后呢 我们再勾 1 2 3 2 4 5 6 7 8 9 10 11 然后呢我们再控除十针不够 在第11针这里插针 1 2 2 3 4 5 2 3 4 1 1 2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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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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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 5 5 6 5 5 6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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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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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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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留一点线头 之前那个咖啡色的线 就是我们购完这一行 就可以直接给它断线 断线藏起来就可以了 我好像这里没有讲是吧 然后呢 穿上这个缝合针 我们找出第一针这个针孔 先插针 插完针之后呢 这个线你可以看到这个线 是从这个孔出来的 这个孔擦针 就从它这个中间 擦针然后呢后面 还是有半根线 一起给它传进去 看一下我们这个收口的话 就看不到出来是从哪里出来的 把这个线 尝一下尝一下直接剪掉就可以了 然后呢这个包包呢就做好了 这是咖啡色的就是米色配一个咖啡色 还是蛮好看的比较干净的一款 然后这个颜色的话是比较气质的一款 然后两个包包水通包 还是蛮漂亮 我发生了什么呢 我发生了什么呢